玉山杯全國青棒錦標賽 進行到第五天的賽程 第一組敗部組 南投線和宜蘭線的交手 面臨推武可推的情況下 宜蘭線在第一局就強勢進攻 攻占三壘的情況下 林彥廷咬得扎實 一棒敲出穿越中間防線的安打 將壘上的隊友送回本壘得分 放出球隊率先打破鴨蛋 接著宜蘭線乘勝追擊 發動了打帶跑戰術 不但讓南投線一個出局數都抓不到 還成功讓三壘上的跑者 回到本壘得分 取得兩分領先 合到了三局下半 宜蘭線在靠著對手手臂上發聲爆傳 將比數拖大到三比零的領先 反觀這場比賽南投線打線熄火 只在四局上靠著吳宏雲 敲出一技反方向的平非安打 把二壘上的隊友送回來得分 但這也是南投線本場唯一的一分了 打擊熄火以外 南投線這場的失誤也非常多 在五局下二三壘友人 三壘手再度發聲爆傳 讓對手再把領先優勢擴大 而宜蘭線也把握機會 沒有再讓南投線越雷神步 中場就已無比收下勝利 而另一場敗部組的比賽 花蓮線和高雄市的交手 這場比賽形成了一場投手大戰 張宥謙在前三局封鎖住 花蓮線的打擊 讓對手一支安打都沒有出現 但是到了四局下半 高雄市終於有所突破 上場打擊的洪敏陽 造出了穿越一壘防區的事實安打 讓球隊攻占上一二壘 接著再靠犧牲觸擊 以及隊友成功的高飛犀人打 得到本場比賽的第一分 而到五局下 高雄市發動了奇襲 二壘上的全科研假裝要往三壘推進 B10對手傳球夾殺 但沒料到這是吊虎離山之技 讓三壘上的李凱峰回到本壘 取得二比零領先 加上自家投手合力玩封了花蓮線 中場就以二比零 在這場投手大戰中取得勝利 回來體育台綜合報導